投入零錢柳丁一個接一個排隊往下掉 還能自動剖半 國內這幾年出現許多特殊販賣機 像是這一台不到一分鐘 就能做出一杯新鮮現炸柳橙汁 從歐洲引進果汁販賣機 朱建華原本是竹科工程師 放棄人人稱憲的高薪投入販賣機創業 最初他想的是工時彈性成本也比開店低 像這樣一台機器成本約50萬元 只要定時補貨就能創造被動收入 但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今天要有一個規模經濟 你知道有辦法做到 像我們自己拿水果 我們是跟國外拿 就是整櫃的那個價格 跟我們去市場拿的價格 可能就差了大概一半 為了擴大規模 朱建華進一步打造椰子汁販賣機 因為自動販賣機的創業門檻雖低 若沒有規模經濟同樣難獲利 為了壓低成本 每次進貨就是一整個貨櫃 但水果保鮮期短 反而容易造成庫存壓力 調整庫存跟倉儲都是難題 要算好自己的庫存 一個櫃子進來我們要用多久 我們沒有貨的時候去外面買 外面買根本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一定要蓋自己的兵庫 果汁販賣機每兩小時 就會自動清潔消毒 但每一次補貨 朱建華還是會手動清理 因為限榨果汁必須符合 食品安全規定 每三個月就得通過SGS檢驗 為了確保品質 機台內部維持2到4度恆溫 只要超過就會停止販售 從維運到管理這些都是 朱建華沒想過的運行成本 我第一台機器弄好了 要去第二台機器的時候 大概半小時度前 還沒到喔 第一台又故障了 真的蠻辛苦 我跟你說 剛才一直做的時候 我跟我哥兩個人 大概兩點多回到工廠吧 然後大概四點多要出門了 對 這樣子維持 可能維持半年吧 朱建華創業9年 目前柳橙汁販賣機 全台共有48台 主要集中在大型連鎖賣場 每台一個月至少 可賣出1000杯柳橙汁 營業額約240萬元 其中水果成本就佔營收的四成 租金再加上倉儲約佔三成 剩下來的才是獲利 營收如果是1萬塊的話 那10%合理是付給點位組 10到15% 並不會像大家想的是 哇 那麼高的毛利 所以還有一個關鍵是 進貨成本 這個就是投幣機 投幣機 那裡面的機板也是我們自己的 一般人若想搶供這個無人商機 購買國產販賣機 每台成本約10到20萬元 若是日本或中國的二手機 只要2到3萬元就能入手 如果想以更低成本投入販賣機 5000元到1萬元就能夠組到一台 甚至還能夠分租單一格道 最低2000元就能創業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被動收入 那真的 甚至你如果有好的點位的話 甚至比去工作 會還高 但是我覺得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好的點位 你不能說我自己在我家門口擺一台 你要有一個有把握的點位 所以其實這跟通路一樣 販賣機擺放的地點學問大 像是這台客製化紀念品販賣機 主要放在西門町賣場 以及台北101百貨 鎖定的就是觀光客群 而除了人流還要考量租金跟進貨成本 像是捷運高鐵等大眾運輸 人流多租金相對也高 我們會用人流的轉換率 比如說這個交通站點 它的人流是100萬人次 那我們去轉換說 至少1%的人會停下來 駐索去做一個購買的行為 所以你要用這個量體去推斷說 你的轉換率 然後在Times機台的這個容量 要跟你的終端售價 資料會統計 目前全台約有10萬台販賣機 年產值72億台幣 不過目前大型交通站點 還有公園學校等公共場所 數量都已經相對飽和 如果賣的是包裝飲料 還得跟全台1.3萬家的 連鎖超商競爭 其實超商的分布也滿足夠的 超商就滿方便的 選擇也比較多 新的大樓 社區 商辦等等 這個其實還是有非常大的空間 如果以一般工廠 或封閉性的地區來講 我通常會覺得說 200個人左右 對應一台販賣機是合理的 其實自動販賣機的概念 已經有超過2000年 現在更是演進成智能販賣機 不只要自動找鈴 還要結合信用卡電子支付 甚至透過物聯網回報銷售數據 機台業者就發現在公園健身房 運動飲料往往賣得最好 捷運站點是以無糖茶最受歡迎 可以很明確的了解說 我在這個辦公室商辦空間 那它可能就是哪一種品項的咖啡賣得好 我們現在的後台 包括資安的部分 都是建立在Google的雲端 那我們的金流是我們自己去串的 2022年財政部規定 販賣機都要開立發票 預估會帶來3萬台的換機潮 而國外二手販賣機價格雖低 資安卻是最大隱憂 現在更有不少業者聲稱 只要加盟販賣機 不靠人力就能穩定獲利 不少民眾受騙上當 加盟費收了很多 它每個就配 可是配到一兩年後它就結束 又換一個名字再來一次 我付了一個 比如88萬塊的加盟費 對 我也不用管你擺在哪邊 到底錢怎麼來的 我每個月就是收到一個 固定的被動收入 對 天下哪有那麼好的事情 自動販賣機就像是迷你的無人商店 把超商濃縮進不到一坪的空間裡 但想要靠著這台小小販賣機 創造穩定金流 藏在縫隙經濟背後的 恐怕是看不見的風險跟學問